由在各迷你倉的四級火燒了六十個鐘營然未救星 消防剛剛開始改變滅火策略 採用爆破和帶滅火後進入火場 不過火場又再有不幸事件 剛剛再有三個消防員在火場裏面受傷 其中一個三十七歲的消防隊伍送院之後不治 在晚上大一七點 一個消防員有多個同僚從淘大工業村抬出 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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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護員立即救護員 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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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小姐 前面小姐 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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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醒著 你給我位置 我們在下面 別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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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消防員又和屌屁來場 另一個消防員就情緒激動 又擔架送上救護車 消防處處長黎文軒 和消防員的家屬以及同袍 陸續到醫院 這一宗四級火 由迷你倉所在的三樓 蔓延到四樓之後 五樓亦都開始無煙 大批消防員輪流進入火場 分別到三樓和四樓 消防在埃曼見傳媒時說 改變救火策略 採用爆破和帶滅火喉進入火場 到現在我們都認是一個進攻型的模式 最明顯是爆破已經有 爆破和帶滅火喉進入火行動 在三樓的部分 消防人員已經進入中間的位置 由於在電池那裏 氣溫就好減 還有很多柴 因為有些已經軟了 所以滅火程序是比較緩慢一點的 另外在四樓那裏 我們發現中間的位置 有一個火結束了 消防又指 火警引起的濃煙 是燒毀個人物品而釋出 對人體傷害不大 不過有住在附近 德寶花園的居民說 濃煙令到他們不舒服 警方說會聯同消防署調查火警原因 如果有刑事成份會跟進 並且拿走大廈的閉路電視調查 無線電視記者吳慧慧報道 記者宋之浩現在就在現場 宋之浩說消防再有傷亡 跟今天改變了救火策略會不會有關係呢 消防方面暫時就沒有交代 今次有消防再提殊職 是由客戶是迷用關係的 而稍後行政長官梁振英 就會跟其他相關部門的官員 稍後在政府總部開會 交代今次被迫火的場地情況 我們再看回現場 現在在淘大工業村 最先起火的三樓那裏 可以見到消防是放置了一些很大的照明燈在這裏 不方便消防上去做事 而早之前我們也見到 有一小隊一小隊的消防員 是上到去視察 而在四樓方面就見到 有消防員是帶同電鋸上去鋸開一些物品 也都見到一些火花是飛出來的 而在現場消防是繼續駕起雲梯戒備 另外亦都是從多個角度在方面向著大廈射水 希望盡快降溫 而現時仍然是見到在三四樓那裏 有一些濃煙霧出來的 但是就是時大時小 現場情況我們先看到這裏 先將時間交回給新聞報 謝謝 消防今天改變救港的策略 有消防工會在祝請現場做好評估工作 謝謝